東雄市議會裡面非常的熱鬧 韓國瑜到那裡 主要叫實政報告 跟這個接受答詢 但是韓國瑜到了那個地方 所有的民進黨的這些議員 以前可都是那執政黨的議員 今天突然之間變成了在野黨 他們這個時候準備磨刀禍禍 準備要刀刀殺到劍谷 可是沒想到刀刀殺下去 都沒辦法傷到韓國瑜 施力綱 其實今天我相信很多人 都跟我一樣非常期待 看到這樣質詢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王子復仇劑 王子復仇 因為陳志忠當年 阿扁被韓國瑜打 他們不是都這樣講嗎 所以現在陳志忠 可以來質詢韓國瑜 真的要來報一件之仇 他不是在網路上 復仇指報 對 然後他要在網路上 徵求了很多題目 他本來以為這是一個 很精采的激烈的交鋒 就完全沒有 因為陳志忠有事沒事 跑去問九二共識 然後 偏了 而且我跟你講 他第一句就錯 他說根據習五條 說習近平訂一個 就是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奇怪 習五條裡頭 你要不然回去看一下 你是眼鏡度數不夠正 習五條裡頭哪一句講到的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根本沒提過這件事 對啊 然後他還趁機宣傳 他們一邊一國連線 他說兩岸就是一邊一國 你還跑去問韓國瑜 憲法裡頭有沒有一國兩制 憲法裡頭當然不會有一國兩制 憲法也不允許一邊一國好嗎 所以你到底在問什麼 虧你還是學法律的 我就覺得這問得是莫名其妙 然後那個韓國瑜也回答得很乾脆 他就說其實我們就是 認同九二共識 因為有九二共識之後 兩岸之間才會比較和諧 我們才能夠把貨賣到 大陸去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就覺得陳志忠 不知道再問什麼 問了半天 有人就說 這本來是一場 嫖客大戰凸子的戲碼 用這樣子來形容 是 當然這個有點 我覺得陳志忠聽了應該滿難過的 但是因為他是 法院認證的嫖客 那兔子我們大家都知道 韓國瑜他自己也知道 他是個兔子 結果本來以為很激烈精彩 結果看起來好像是 嫖客打出來的軟弱無力 然後兔子輕輕鬆鬆就把他化解了 所以讓我們覺得 陳志忠你真的還要再加油 第一場質詢就質詢得這麼沒重點 實在讓大家覺得不夠亮眼 再來韓國瑜也講過 他上任才20天 可是感覺像過了20年一樣 你知道20個月一樣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身上的壓力真的非常大 高雄真的是百費待機 很多東西真的要趕快去做 所以我跟你講 他才上任20天 已經有些成效出現了 你知道像草芽道那邊 就有網友講說 今天早上出門怪怪的 為什麼出門怪怪的 走在路上覺得感覺很詭異 怎麼樣詭異 因為以前那邊的路 都是爛爛破破 大家都在閃坑閃漏 今天出去路是平的 好詭異 你說草芽道的路變平了 變平的 這樣走起來怪怪的 你以前已經很習慣那種坑坑巴巴 現在整個平了 你看 早上騎車嚇一跳 怎麼變平 效率真快 你知道 網友自己都講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唯恐 真的是很多人就是知道 高雄其實過去為什麼會出現 這麼多狀況 其實很簡單 就是很多人沒有在用心做 連一個路基本都撲不平 你還能夠去跟人家講什麼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高雄的問題真的非常多 像這一次不是一下雨 五千個天坑出現 可是南新路早就出現問題 你知道嗎 高雄南新路 你看這坑這麼大 非常可怕 你聽聽有沒有看 這個是砂石車過去 這邊的坑全部都這麼大條 全部沿路都這樣子 但立剛你不覺得很奇怪 高雄市政府如果沒做事 高雄市的這些市議員 難道都沒有人監督高雄市政府 他沒有監督 尤其是個選區的人 我跟你講 其實人家是有監督的 你看早在高雄102年 你知道當時高雄市政府 推出一個幸福高雄移居津貼 他就吸引139個人移居高雄 結果你知道 高雄市一年 光是發生交通事故或 24小時或當時死亡228人 結果這個幸福移居津貼 根本沒有用 移進去的人 居然還比車禍死亡人少 你還不夠車禍死的人數 對啊 所以怎麼會這麼糟糕 所以表示道路的品質 有嚴重的問題 當時高雄市議員曾立彥 就在總質詢的時候抨擊 他說什麼 其實你高雄市政府本來預算不足 結果你預算不足的情況下 你要去興建南興路 結果本來應該要鋪上 15公分後的那個瀝青 結果只破入了5公分 少了2 3分之2 對 少了3分之2 然後還有很多人說 這個路好漂亮 好美 你15公分變成5公分 那個差距多大 少了整整10公分 所以這些大車一開過去 路面就完蛋了 馬上就坑坑 因為5公分根本擋不住 你要知道 其實對營建商來講 他少1公分 他那個利潤就增加1成 少1公分就增加1成 所以你看這個中間 透工檢料多麼厲害 那這樣沒少10公分 是 那結果 這個很明顯的 透工檢料的事實 監工是誰監的 那到底驗收是誰驗收的 為什麼會讓這條路 這樣過去 結果他就這樣過去了 立彥 剛剛不要忘記 這是102年 就有議員提出來這個問題 然後接下來 沒有人再理這件事了 102年提出 是 然後我跟你講 這樣子5年下來都沒人拐 對 都完全沒有人拐 就一路攤到去年823的時候 直接大雨一下 整個高雄出現5000個天坑 到處坑坑 你看有車直接掉到 這個大坑裡 這是多嚴重的一個狀況 底頭真的是盤根挫斜的 各種問題都隱藏在 你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韓國瑜上來 真的要大刀闊斧 趕快改革 不然高雄人的生命 財產安全 恐怕還要一再的損失下去 可是我們看到高雄許許多多的建設 真的是需要這樣子的人 仔細的去盯 但是議會裡面 是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但是今天的議會開議 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場景 我們現在這時候 來連線高雄市議會的 陳麗娜議員 議員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看到那質詢的畫面當中 你有提到說 高雄有許多的弊端 有許多的弊案出現 可是韓國瑜雖然說 百分之一要除弊 可是不過只要有證據 一定下重手 但韓國瑜也說到 要有檢調單位來除弊是最快的 但只怕的是 檢調單位的高雄這些人員 他們會不會跟局派局系 扯不了關係呢 如果扯上了關係 那是不是完全在 陳菊的掌控之下 根本沒辦法除弊了 是的 我想在這段時間裡頭 大家都很想要了解 高雄市到底有多少弊案 現在議會裡面 大家還在 對韓國瑜市長還在質詢當中 所以議會今天預計 大概要到八點半過後 可能才會 整體的質詢才會結束 所以在這個當下 我剛剛也進去聽了一下 其實有很多的議員 不論是在野黨的還是執政黨的議員 都有提到就說有關於 最近提出來很多很熱門的議題 譬如說有關於土地方面的 有關於財政300億的負債的部分 很多人都提出來了 但是對於這些問題 到底高雄市政府有沒有能耐可以查 高雄市政府真的能夠把這些 相關的弊案能夠查得出來嗎 市長也說了 如果說以高雄市政府現在的配備 他真的沒有辦法 沒有能耐能夠查出來 到底是什麼問題 所以如果能夠藉由檢調的這個部分 來處理相關的弊案的問題 一定就能夠處理出來 但是就我的一個案例來說 高雄市政府有一個民政局的案子 其實在選舉之前 就已經把相關的資料 交給了我們的檢調單位 但是截至到目前為止 這個案子只進行了 開始調查的階段 到目前為止 我們也不知道他要查不查 其實說都是斷斷續續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其實在高雄市是非常常見的一個情形 所以將來高雄市的這個案子 能不能再檢調單位 能夠查得清楚 其實我也質疑 所以是不是如同大家所說的 不論是現在在市政府裡面 還是充斥著很多成局的人馬 還是說在檢調單位 也有許多成局的好朋友呢 所以像這樣的狀況 真的能夠讓這些事情真相大白嗎 我想在議會裡面的詢問 是一個開端而已 但是更重要的是 這些檢調單位 如果聽到我們的呼籲 拜託你也振奮起精神 讓我們所有的市民看到 高雄市能夠有這個白日青天 能夠看見的一天 麗娜 你在前天的時候來到我們節目 你也有講到那個民政局的案子 從那選前到現在 檢調單位在當時的時候 還要你說先不要張揚 先不要講 整件事情他們會處理 但到了現在這時候 議會也開議了 現在這時候高雄檢調有處理嗎 還是因為花媽 她就在中央的關係 檢調不敢動 這個問題真的是非常的難以回答 因為如果以這個檢調的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真的很難去判定說 檢調她要不要動作 那檢調對於每一個案子的狀態 她到底是持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但是我們都知道 在這次選舉當中 所有的高雄市民高度期待 我想說不定連全國的市民都在看 高雄市發生這麼多的問題 從我們的土地重劃 我們的財務的狀況 氣爆的這個情形 還有很多的在人事方面的問題 其實都跟其他縣市比起來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差異 甚至連李四川副市長 在他去這個晚上去監工 所有的這個道路施工的時候 他赫然發現說 原來這個營造廠跟利清廠是同一家 然後我們高雄市其實長期以來 都是這狀況 我們才發現說原來高雄市 跟其他縣市原來不一樣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情形 其實到處充滿了 在高雄市獨有的一個情形 也是高雄市自己特創的一個情形 但是在高雄市的市民也許不知道 高雄市的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情 到底是什麼狀況 符合不合法規 還是合不合情理 其實這都是值得探討跟研究的 但是在花媽的這個勢力 還在這麼多 在高雄市政府裡頭的狀況 我們所知道 我今天有提到一個就是 高雄市其實很多的道路 都是在我們現在的秘書長 楊明舟的這個任期底下 他從這個公務局的局長 一直做到我們的副市長 其中現在又回歸回來當秘書長 像這樣子的一個職務 其實他應該要有義務 對於高雄市所有的這個道路的品質 他應該要站在第一線 因為他最了解以前 以前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他應該要對於以前的狀況 說不定要跟長官做一個 清楚明白的一個說明 另外如果說真的有不法之處 我也希望楊秘書長能夠出來 把這些事情指正 另外對於將來所有的狀況 我們也應該期待楊秘書長 跟我們的市長能夠共同一起 把我們高雄市的道路做好 這個都是市民期待 也希望能夠看到的 當然檢調的部分 如果說高雄市對於市民的這些 覺得有疑問的這個地方 我也希望就是說 所有的檢調單位 應該要給所有高雄市民一個交代 那麗娜 在今天的議會裡面的時候 像這個高雄 我們大家所有人 都在關注的慶富案 還有包含了就七包的散款的部分 議會裡面 今天議員有提出這質詢嗎 目前的部分我知道散款的部分 國民黨團是有提到的 慶富案的部分 我相信也是一個大家注目的焦點 甚至有民進黨的議員 今天也提出了 有關於3000億的負債的部分 也有人提出來 有關於就是說 我們對於其他的部分 是不是數字上面 請韓國瑜市長 應該要說清楚 講明白 有沒有像我們選舉的時候 所講的那些數字 譬如說3000億這個數字 其實就很多人談過 所有民進黨的議員都在問就是說 那真的是3000億嗎 你要不要把數字 再好好的報一次 所以再報出來 也許他的數字 接近3000億還不到3000億 但是還有很多隱藏的數字 事實上是沒有被顯現出來 譬如說健保的這個部分 還有我們很多的在 我們的土地賣出去 但是他進了市庫以後 他又拿去做還債的動作 或者說做為我們的市庫的一個部分 這些部分都是我們借了錢進來 但是我們的錢等於是入不敷出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底下 真的高雄市就只有3000億的負債嗎 增值這個數字真的有意義嗎 因為高雄市其實負債的金額 累積起來還是全台第一高 高雄市民平均每一個人 背負9.8萬的負債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所以應該要講就是說 負債這麼高的一個城市 將來做建設到底要怎麼做 才是一個重點吧 如果說我們將來要接大型的建設 要有這個配合款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拿個兩三百億出來 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Lina 我想請問一下 像以前的時候在花媽執政的 那個12年的時間 議會的第一天這樣開議的時候 會有像今天這樣子開到這麼晚 到了晚上8點半的時候 還在進行議事嗎 還是說大家第一天歡歡喜喜 早早就這樣子結束了 是的 立剛 這是我大概從我已經世界 這一屆是第五屆的議員 我第一次看到在市長的 施政報告第一天有開到這麼晚 平常我們通常都在5點多的時候 就做一個結束了 尤其是以前在花媽執政的 這個時間點底下 因為國民黨是少數 民進黨的議員事實上 也都沒有這麼積極熱烈的 來做詢問的動作 但是今天民進黨的議員 紛紛做聯合質詢的動作 所以從前面 其實是聯合質詢一個90分鐘 大家集合起來 總共有90分鐘的時間 一起來質詢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他們都還在質詢當中 大概預計 剛剛中間有一個晚餐 休息的時間 在接下來之後 預計應該要過到8點半 才能夠做一個結束 所以這個大概是 創了高雄市長市政質詢 以來最長最晚的一個時間 為了最長的一時間 醫療出現 駱نا 最長最長的一時間 就算去星期間 解働 咱邊 rons 解働